各位老師好 那我們現在要進入到下個階段 那麻煩老師先回到記錄上稍等一下喔 那我這邊指標切畫面喔 3 2 1 對那接下來的下個階段呢 我要為大家講解的是我們IEP 對特殊教育IP平台裡面提供的 VR的複動式教學課程的內容 對那之所以為什麼會用VR呢 其實那個學術上的研究上 就是有發現說 對在我們的學習 對這個內容在特殊教育的學生上 其實對一些感官訓練 或者是一些專注力 等等的一些有明顯的提升 對所以我們才選這個東西 來提供學生去做使用 那我們現在這邊主要提供的就是 有三個範圍 就是我們的生活的治理 還有我們的災害法治理 還有我們的災害介紹 那等等呢 我們就會有這些內容 可以先開起來讓大家去 瀏覽一下 我們是怎麼去用VR的形式去 教育小朋友的 對那其實這個流程上 會是老師們需要做一些 先做一些前置作業 對會需要先把學生的資料呢 先去建立起來 完成之後就拉到我們課程裡面 那課程設定好之後 就會產生他自己專屬的 Dincode或者是QRcode 其實就是一個簡單的 四位的數字 英文數字組合 或者是一個QRcode的一個圖示 那這邊其實就是要方便老師們 去披寫的東西用去填寫 學生可能要查的一些帳號密碼的方式 所以我們用簡短的形式 讓老師可以快速的幫助它 對那以及我們這邊其實就是會陸續提供 像現在看到的這個就是我們的VR的設備 液體機 對我們就會提供這個設備 在我們的特效資源中心 那老師呢如果有 對就是要使用它的話 其實就可以去跟我們的這邊做租借 那就可以租借這個硬體回去之後 讓我們小校去體驗小校 虛擬實境的體驗 對那這邊我們老師們應該都有 對剛剛我們就有提供說 我們這份簡報其實都有提供電子打路 然後就可以去使用它 那老師如果對這邊的話 其實都可以藏QR code 或者是點開連結 那就可以先去看到我們這個的內容 那我們這邊先簡單示範一下 對我們這個內容是什麼 對像這邊可以看到我們的超速界面 就是選擇了一個主題之後 就是可以點開始遊戲 那就會進入到這個畫面來了 那這個畫面裡面看到的就是 欸我可以去選擇一個視窗 那這個是那個問號的點之後 就會提供 就會提供一個學習點 說欸這可能服務台是什麼 像這樣子的一個新的環境的認識 那可能在於小朋友對於說 他可能要去新環境之前 可能會覺得畏懼恐怖嘛 那當然我們也會以防他去做一些可能 說那可能有點危險不太適合 事前教育的重要性 那我們都可以提供這種VR的形式 讓他可以在教室內 對就是在一個安全的空間 可以先去瞭解這個新的環境 那以及做一些各個的知識點的教授 教授他 欸可能這個是服務台 這個是我們的火車站的哪個地方 透過這種形式當然去操作 那像現在大家看到這個就是第一人稱的畫面 就是有一個人帶著他在做操作的影片 對所以我們這邊有 目前我們的講義上提供三部影片 老師可以特別再進去去瀏覽說 哦原來是什麼形式 那待會呢 我這邊也會實際操作一個案例給你們看 那以及也會 對待會時間夠 我們也是會把這個液體機也是傳下去 讓老師們個別去帶起來 體驗一下什麼叫VR 對那我們影片先到這個階段 那先回到我們的 對我們的簡報 對所以我們這邊就是有提供的 像火車站的認識 或者是我們的 比較當年級一點的就是我們蔬菜 蔬果的英文參賽看 對 老師也可以從這邊去看一下 對還有我們的 對 剛剛有提到說我們還有個比較特別 當然就是職業的介紹 對就是一個清潔人員會做什麼事情 對所以老師也可以從這個影片 可以去做後續的了解 對 那這邊當然我們其實也有先去試驗過一些學校的 對 也就去得到一些回饋 就提到說其實VR的話 當然一個人的成績式教育 是很好的效果 可是當然缺點就是在於說 可能一次只能由一個學生去做學習 對所以我們這邊有提供別的程式 我們就會陸續提供各平台的資源 像是手機平板 對我們老師就是可以使用手機或平板 那就可以開啟了這個畫面 之後讓小朋友去看 去體驗這個環境是什麼 那像當然也可以搭配一些設備時間 像你們搭配大螢幕 那我們就可以把手機的螢幕托到大螢幕去 所以我們也可以讓小朋友看到 就是大家一起來看到說 這個環境裡面造成一個長的內容 可以去做介紹 對那主要是提供這些內容 那我們接下來要準備做實作的部分 對那這邊呢 我先準備一下 對一樣剛剛開啟我們的平台 我們平台這邊就是要先做一些前置 一次作業當然就是我們學生資料先建立起來 那建立好了之後 我們可以點選到我們VR課程這邊 VR課程這邊就可以看到 我們其實裡面已經有提供很多的學期內容了 每個標題在這邊 那以及後面有些可以先點擊預覽 對點擊預覽之後就可以看到 我們底下這個可能網路比較吃重 我先開啟它比較小一點的 對就像這個可能是我們的廁所清潔人員的工作介紹 所以就可以看到一張360的一張照片 喔這個就是我們的廁所環境 那以及這邊都有標示的一些小金號號 對也就是一些小點 那這些點下面個別帶的題目是什麼 像第一題他可能就問你的是 喔我們的馬桶系牌是怎麼操作的 對就搭配一張圖片 他的題目 他的正確答案是什麼 就是C馬桶 就是讓我們的圖水物鬆鬆鬆 對像這樣子的一些知識教學 對這樣點每一個人就可以知道 喔因為他知道哪一個 那我們老師其實就可以 從這邊的前置作業去了解說 這一個東西是不是我們小朋友使用 如果適合OK呢 我就可以返回到這一頁 就看到喔這個是我要的教學內容 那我就按參與測驗 以及點擊選擇要加入學生 對因為像我這個帳號 目前底下只有一個叫正小女的小朋友 那我就把他點進來加入 那加入成功之後 就會出現給他專程的Pincode 跟他的QRcode 那這邊就可以用這個Pincode的方式 去登入我們的一起機 那小朋友就可以開始 去體驗他的這個內容 那我這邊就實際 對扮演正小名這個小朋友 來去體驗一下我們的一個課程 像我們剛才已經有看到火車站了 那我這邊就另外一個主題叫做旁邊燈 對那加入的方式一樣 正小名加入成功 那就出現一個制度Pincode 好那這邊可能大家就實際看一下 我實際真的是戴上這個眼鏡的操作了 對那已經眼前現在開到這個畫面 就是黑的是我的一體 就是這個VR的畫面 對待會也可以看到我們怎麼操作他 對那我先把他配戴起來 對配戴好了之後呢 就可以去選擇我們的內容 那等我先把我的 指標交一下一下喔 對嗎 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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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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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號 4號 5號 7號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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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